Python的流控呢和JS流控其实差不多啊 快速过一遍 然后我们看一下找一些例子给你们演示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条件判断 一句就是if 然后主要是它的格式啊 注意一下它和其他语言的一些区别啊 比如说我们都是 就是if的话后面是接条件 不需要像JS一样用括号把它扩起来 再用大括号能值 对吧 把另外的一个代码块给扩起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执行流程图啊 if后面能接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的返回值是true 不好值是true的话 会执行代码块 一否则是false的话 会执行代码块二 然后最后再什么退出 结束 这个很好很简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什么这是 多条件的判断对不对 比如说if条件一 成立 成立 true 执行代码块一 然后再 如果不成立 我们再去判断条件二 如果再没有 继续判断条件N 执行代码块N 最后再结束 我们看一下它的语法 一否后面能接条件判断 冒号 缩净 注意 缩净 里面能接代码块 else else 和if 在什么 处在同一个位置吧 同一个位置啊 注意一下 不要把else也写在一否的里面 对吧 不要else不需要锁进 根据PEP规定 Python缩净呢 一般采用四个空格 那一般的ID或者文本编辑器呢 会帮我们去自动缩净 然后我们用tab 可以什么 可以成功执行 其他程序呢 一般采用花夸来解决代码之间的联系 因为如果你不用花夸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个代码是 是哪一个什么 是外面的还是这个条件 还是里面的代码 还是循环里面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Python如果用严格的缩净的话 就是缩净里面的就是什么 if下面的缩净呢 都是if里面的对吧 代码块 else下面的缩净呢 就是else下面的代码块 是吧 依次类推 那else呢 它是可选不分 指的是 当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话 我才执行else部分的语句 对不对 如果它成立的话 我们不需要执行else的语句 那可不可以只有什么 if没有else呢 就我没有else只有if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的 还有什么 多if条件 就是我们l if l if 多次判断 我们叫多分支 这个叫if else是双分支 那if的话呢 是单分支 直接一个if的话是单分支 这是判断语句 我们看一下例子 我的语音助手 比如说我们来写 判断一个数是不是正数 如果是正数的话 能输出它是正数 如果是负数的话 能输出它是负数 这个例子很简单对吧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是什么 if1.py 首先我们从键盘读入一个数吧 怎么从键盘读入一个数 有roll input吗 这里没有roll input input是什么 请输入一个数 请输入一个数 然后把这个值 再通过in的函数做一下呢 转换对不对 然后把它复制给什么 一个变量比如说n 然后呢我们去判断n的情况 对不对 比如说n 如果它大于零 说明它是一个正数吧 判断正复数 如果它大于零 则输出是吗 n是一个正数 我们不用那种格式化 简单一点 就正数 就输出了 两个字啊 正数 否则else吗 否则print 可以看到我现在没有自动 没有手动去锁进 对不对 我们的id会帮我们去自动锁进 不用手动锁进 复数 最后还要写什么其他的吗 结束啊 不需要了吧 直接写就行 直接这样就可以了吧 这是一个条件 叫双分支的条件判断一句 这是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 这是另外一个分支 那我们输入 跑不了 跑不了的话 我就直接输吧 等于10 这里要先关掉 对 stop 正数 然后我们把它负责为-10 然后执行 输出的是负数对吧 ok 好 这个是 双分支的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接下来看一下 循环 呃 循环语句 呃 python的循环呢 有 呃 很多种啊 有很多种 比如说第一种是well循环 well循环JS里面是不是也也有也有出现过 那well循环语句呢 用来实现条件循环 可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面去执行 相应的什么代码 若结果为真 则执行循环 反之则不执行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若或者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就干嘛干嘛 对吧 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执行流程啊 well后面能借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 那就执行代码块 然后再什么继续去 判断这个条件 直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循环呢 直到这个条件为false的时候 对吧 我就停止循环 这个是well循环 嗯 他的语法 well后面能加条件判断 所以啊 这里应该是有空格的 要空格隔开 就条件判断和well之间啊 然后面呢 是加冒号 缩近 后面能加循环里面的代码块 因为well循环呢 是根据这个条件的tru或者false 来判断我们是否进行循环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你想让他呢 不出现这种死循环的情况 是不是得在这个代码块里面去写上了吗 去做一些配做一些设置 就是让这个条件在某一个时刻 为什么 为false对不对 好 那well循环的 例子 我们来做一个1到100的加法吧 用well循环来做怎么装 well 首先是不是首先复出值 比如说我们i i-出值为1 然后well i小于 当他什么条件是小于等100的时候对吧 然后呢 sum加等于i吧 然后呢 i是不是要加加 这里i不能加加 i加不了 i不能自增自减 这一元 嗯 这种加加减减 我们叫一元操作符对吧 就一元指的是不是一块钱啊 还是什么 指的是他只有一个操作数 我们叫一元操作符 最后在什么 是不是代码这循环代码块 呃循环代码是不是就两行 够了吧 最后我们在外面 注意我们的输出 最后的核 是在外面去输出的 而不是在里面啊 如果在里面输出 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这里做了一个缩净 和不加缩净 是不同的意思啊 不加缩净是什么意思 加了缩净是什么意思 就每加一次 我是把加之后的这个sum的值输出一遍 就每循环一次都会输出 那我如果我加了锁进 是不是就当我们这个循环结束的时候 我们才会执行对吧 就这样的意思 就整个循环语句嘛 执行完之后才会执行完后面的语句 就是这些语句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的 这是well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什么 刚才在这里呢 我们是设定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不是得满足什么 我们在做这种well后面的条件的时候啊 一定要做一个设置 就是当这个条件满足什么 在什么情况下面会 会为false 对吧 会不成立 在我们这里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让i每一次循环 是不是让i的只加1 那一旦他加到100 或者100以上的话 101的时候 i加到101的时候 是不是就报错了 不是报错 是这个循环就不会执行了吧 就开始就往下面走了 好 这是well循环啊 那python有没有until循环呢 python有没有until循环 你收一下关键字 没有对吧 没有啊 好 再来看一下for循环 刚才我们所讲的well 对吧 循环呢 他是一种叫条件循环 那for循环是一种什么循环呢 他是有什么特定的循环的 他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循环的 什么次数的吧 有限的循环次数对吧 他不像well循环 well循环是你们是不是可以做无线循环 比如说你可以用well true 对吧 假如说你想让他做无线循环的话 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对吧 well true 但是当你要做无线循环的时候 一定要在这里面做一个什么判断 对吧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面 我猜什么 退出循环 比如说我们用无线循环来做中1到100的加法 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做法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 sum加等于i i加等于1 然后是吧 再写一个条件判断吧 当什么时候我就循环中止 如果你不写这个判断 他是不是一直会加进去 一直会加下去 直到你的什么内存溢出对吧 那 什么时候假设我要1到加到100的话 那我是不是要判断i的值等多少 等多少 100吗 等100的时候 100要等101的时候对吧 我们就干嘛 退出循环 怎么退出 中断循环吗 对吧 break continue是啥意思 继续下一次循环对吧 break呢 是 中断循环 中断当前循环 这个是 我要我的无限循环 那复循环呢 他不能像没有c语言那种风格吗 i等于1 i小于等于什么10 我们之前是不是这么写的 i加等于1对吧 有没有这种写法 没有啊 注意没有 所以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几到几的循环 固定次数的循环 循环多少次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其他的方法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range函数 range函数 我们看一下range函数 这个返回值是什么 print range 100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range100 range 就是现在它变成了一个range对象了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type 它的类型啊 它变成了一个class了对吧 原来在2的话呢 它是直接什么 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 列表吧 就是0 0到 99的列表 那我们其实也用的话呢 是一样用的 比如说我们i in range 100的话 我们去printi的值 是不是可以啊 它的范围是多少 0到99 100个数 那比如说我要生成1到100的话呢 应该是要写成1到101吧 1到101 这才是代表1到100 对不对 没有取到100吧 没有取到101啊 只取到100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呢 就是让它循环特定的次数 然后for的话呢 经常用于什么 去迭代一些 可迭代对象 里面的什么元素 比如说for i in 一个列表 对不对 它可以迭代这个列表里面的元素 比如说i的 会从这个列表的第一个元素取 然后取第二个再取第三个 依次类推 语法 i是一个循环变量啊 这个变量可以我们自定义啊 然后in 关键字 后面的y 注意看一下 后面的y呢是一个可迭代对象 啊 那我们前面所学过的这些类型里面呢 哪些是可迭代对象呢 数字是不是 数字不是可迭代对象对吧 数字不是要注意一下 字符串是 列表元祖是 字典是 函数 对吧也是 等等等等啊有很多 如果说我们字典啊 字典的话 有一个 看一下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字典的 例子在 这里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 DICTE的字典 然后我这个DICTE的字典呢 我们有一个叫 啊 没有了 2里面才有啊 3已经把那个去除掉了 就是 他可以把 这个字典里面的键 变成一个可迭代对象 对吧 可以调用那什么什么 Ether keys啊 就现在这里没有了 那以前二者版本里面是有这个 方法的啊 那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不用管它 所以后面啊 注意一下后面接的是可迭代对象 就是 都可以加啊 一切可迭代对象都可以加到后面去 那我们的FALL语句呢 可以跟RANGE 这个函数结合 可以去生成 固定 什么 可以去循环固定的次数 完整的RANGE的完整语法呢 是RANGE 头尾 起始和结束 再加什么 步进对吧 step 默认step的值是什么 这个是默认参数吗 这个参数有默认的值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加 然后现在python3的话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RANGE类啊 已经变成一个RANGE类了 而不是一个列表 如果你用python2的话呢 它得到就是一个列表 这个我们可以去 我们不是有Countdown吗 Countdown Activate 对吧 叫py什么2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RANGE 我们直接RANGE100 是不是得到一个什么 0到99的列表 对吧 但是在3里面就不是这样做 它返回的是一个特定的 就是一个专门的RANGE类了 好 好 再来看一下循环控制 我们在循环或者什么判断 里面呢 都可以加上 嗯 就是说这个什么 循环控制呢 主要是在循环里面做的 因为 你循环的时候呢 假设你的条件 对吧 一直满足 比如说在WELL循环里面 你的条件一直满足 那是不是会一直循环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得设置一些什么 嗯 条件去打断这个循环 就是当它满足某一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中断掉 就跟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子一样 对吧 就当N等于101的时候 我们就break掉 把这个循环让它中止 那break 啊 它用在的吗 while或者for循环中 用于什么 中止 整个循环语句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执行流程就是 嗯 当这个代码块里面 如果出现break的话 它是直接中止这个循环的 那continue呢 我看一下 continue呢 用于什么 中止本次循环 就是当这个循环 这个代码块里面 如果执行到了continue 然后代表什么 它会继续什么 重新循环 这个代码块后面的语句 就不会执行了呀 就是直接进入什么 下一次循环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关键字叫pass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用来什么 保证语句的完整性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公司要求你做几个东西 对不对 做几个做几个项目 那你现在什么 准备做比如说第一个项目是干嘛的 我们把这个凯数给创建好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项目 凯数是什么 我们给它创建好 但是你这样写的话 这个 比如说我第二个项目还会开始做 但是我先做第一个 先补充第一个凯数代码 那你这样写的话 这个什么第一个凯数代码 是不是都跑不了 因为你的语法是不是有问题 你这个凯数不是完整的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pass 用来什么 保证这个结构什么 语法结构的完整性 就它主要是用在函数啊类啊 这些里面方法 那些类里面的函数 也就是方法里面 用pass 简单来说就是什么 用来填坑的 挖坑的 挖了一个坑之后 你写个pass 就说我以后来做的吧 那以后你会不会来做 你也不知道 pass 下一个是啥 下一个是我们的 进阶语句啊 也就是 叠带器 看一下这个叠带器 首先叠带 Iteration Iteration 叫叠带 Iterable 是什么 可叠带的对不对 叫可叠带对象 Iterator 是什么 叠带器啊 这三个单词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 对吧 有一个构成吧 有一个跟围绕着什么 围绕这个Iter 构成 那什么是 叠带器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字典 有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呢 有五个元素 12345 然后我们可以去调用 Iter 迭代函数 去生成什么 迭代器 然后对这个什么 L呢去迭代 对这个L去迭代 那这个时候L就是一个什么 迭代器了 然后我们对L去迭代 可以什么 是什么 调用next函数 去获取 它的什么 下一个元素 直到检查到什么 stop Iteration 为止 就是 就是这是迭代器的一种应用 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可迭代对象 变成一个迭代器 然后调用迭代器的通用的什么方法 对吧 比如说next 去什么 一个一个的在这个迭代对象里面能去迭代 迭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个去取吗 取这个对象的每一个元素 对吧 看一下迭代 迭代的概念呢 是指我们对可迭代对象进行从头到尾的 访问的过程 例如 for循环的底层原理呢 就是一个什么 迭代 for循环的底层原理就是一个迭代 就是这句话 那迭代器 我们呢 我们之前讲 for循环forI in 什么什么 in一个列表 是不是在这个列表里面呢 从头到尾就开始去迭代 去访问这个列表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啊 从头到尾 那迭代器是什么呢 迭代器是通过 iter函数 返回的一个什么 支持next方法的对象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next对象呢 去 访问什么 返回他的下一个元素 那想一想 for循环 比如说我们 来还原一下for循环的原理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forI in 一个列表吗 然后我这个列表等于 12345 12345 然后我们还原一下他的 比如说我们用for循环去迭代的话呢 是不是这样写啊 forI in 什么什么是吧 然后对这个I的值 这个时候I的值数就是会在什么 这个列表里面去迭代 然后我们可以对I 对这个每一个元素都操作嘛 那如果我们转换成迭代器 转换成它的底层原理 它是怎么运行的呢 首先 它是不是对什么 l 把l变成一个什么 可就是迭代器吧 用iter对吧 把它什么 改装一下 封装一下 变成一个迭代器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next方法呢 去对 这个迭代器呢 做什么 迭代 对吧 做迭代 迭代多少次呢 这不可以一直的迭代 一直的迭代 直到它什么 所有的元素都迭代完 是报错了对吧 报一个会弹 会返回一个叫stop interaction的错误 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刚才这里的什么 一句吧 比如说我们迭代两次 然后把这个可迭代的对象呢 复制给新的l吧 把 它的值输出出来 对呗 现在看不到它的结果 把它输出出来就可以了 第一次取得是什么 一吧 第二次迭代 第二次nextl 第二次nextl 是不是取差在下一个元素 二 再next的话 是不是取差在第三个元素 四五 这个时候所有的元素处理完了 那假如说我再迭代一次的话 是不是就会报错了呀 看一下 当我 迭代到第六次的时候 它返回了一个什么 叫stopinteraction的 报错对吧 有错误 那复循环是不是没有 我们在用复循环的时候 是没有出现这种错误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有做错误的什么 一个处理对不对 有做错误的处理 我们遇到这个stopinter 就是iteration呢 我们就什么 退出这个循环了 那可迭代对象有哪些呢 列表 圆主 咒串 字典 文件 啊 都是可迭代对象 那迭代的原理是什么 是 就是如果是可迭代对象 在进行便利或者进行迭代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调用 iter 去获取什么 这个对象的迭代器 然后呢自动的调用next方法呢 去对这个迭代器呢 去一个一个的获取什么 他的每一个元素 例如我们for i in 123这个列表 然后我们会用iter 函数呢 获取这个列表的迭代器 然后自动调用next呢 获取 下一个元素 next函数呢 检查什么 stop iteration 异常 并且什么 终止迭代 就是迭代器啊 啊 所以 我们这里要重点的是要什么 啊 关注一下什么是可迭代对象 对吧 什么是可迭代对象 还有我们这里已经 同时介绍了一下什么 for循环的 原理对吧 为什么for循环是怎么工作的啊 他是通过这种迭代器的方式来 工作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列表 解析式 叫list comprehension 对吧 主要用于什么 动态的去创建列表 列表解析式 这个是不是我们讲过 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讲的是用它来干嘛 做了一个什么例子 生成一个列表的所有数的平方 对吧 或者说生成什么 给它后面加上什么 条件 比如说我们想要求这个列表的基数 里面的元素是基数 这个我们讲过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列表的生成器表达式 就生成器表达式 生成器呢是一种特定的函数 看这里 生成器是特定的函数 允许返回一个值 然后暂停代码的执行 稍后恢复 在python中呢 带有 eld的函数 就是关键字 的函数被称之为什么 generator 叫生成器 那eld这个语句 一次 返回一个结果 当我下一次执行之后 他继续什么 从要的语句 后面开始执行 就等于说我 执行一次 他是不是停留在要的这里 然后挂起来 那我下一次执行的时候 在什么继续执行 我们 嗯 这个生成 生成器函数的话 我们后面应该 后面其实也会讲到 后面其实也会讲到 看一下 举一个例子吧 嗯 函数还没有讲 对吧 如果这个例子不太好举 算吧 后面再讲函数的时候 再说这个 生成器函数吧 我们先到时候 呃 先有一个概念 就是记住这个单词啊 要的 我们后面 可以用它来生成的 比如说 可以用它来做这种 呃 特定的数学序列 而且比较特殊的数学序列 嗯 比如说我们要生成一个 什么 数学上面有一个序列叫做 叫做什么 曼切斯特吗 有个叫什么 啊 不是曼切斯特 叫斐波什么 斐波拉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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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波拉契数列 这个数列是 呃怎么算的 1 从1开始 1 1 1 2 3 5 8 13 21 30 4 55 对吧 就这样算呢 看懂它原理了吗 从2开始 每一个数 为它前面两个数的什么 和 对吧 这个这种序列呢 我们叫做斐波拉契序列 斐波拉契 那想一想 我如果想要生成一个斐波拉契序列 数列 我们是怎么生成的 假如我们写一个函数对吧 这样去生成 或者说 它生成的个数是不是有限的呀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 做一个 生成器 函数 就是我们用多少个 取多少个 就是说它有 取字不进用字不结的什么 这个数 对吧 用的时候取 不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放着 这样是不是可以节省我们的空间 比如说你用一个函数 直接把什么 100万个什么 斐波拉契序列的所有的什么 数全部先生成了 那是不是浪费资源 这100万个你都前后面的没有用上 对吧 你只是先用前面的 能浪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用这种生成器函数 去怎么按需生成 你要多少个我们生成多少个 ok这个后面我们在讲函数的时候再说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生成器表达式 生成器表达式 生成器表达式呢 是生成器的应用 是列表解析与生成器的结合 也是列表解析的扩展 生成器表达式呢 按需返回什么 结果 就产生结果的一个对象 而不是产生 而不是返回和构建一整个结果列表 比如我们刚才所举例的斐波拉契 你用一个函数一下子把整个什么 整个列表全部产生了 是吧 整个数据全部产生了 那我们的生成器的话呢 就是一次取一个一次取一个 然后列表解析呢 是直接什么 直接生产最终的列表 就是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像列表解析式的话呢 是不是最终会得到一个 解析之后的一个新的列表 这个列表是不是一个最终列表 但生成器的话不一样对吧 生成器是什么 按需生成 按需生产内容 相比而言 后者是不是更加节省空间 我们来写 可以来写一下 怎么写啊 假设我们Fib吗 Fib 首先 A和B的什么 初值是不是1啊 A和B的初值为1 那 以后的每一个值是不是 A和B的核 比如说第2个值 第3个值是不是A和B的核 第4个值是什么 后一个核核什么 前一个核核 不是啊 有后面就是他后面两个核的核对吧 那每一个核都是他后面两个核的核 那这个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要求下一个核 我们要返回下一个核 比如说我们要生成多少个序列啊 可以写一个无线循环对吧 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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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初值啊 这是他的初值 我们要返回的是什么 最后返回的是 或者我们就直接输出吧 我们就输出B 我们要求的是B对吧 B就是我们要求的下一个核 那这个B应该怎么去呢 是每一次 比如说 啊 A和B的值 这是B的值我们会复制给原来的什么 A吧 然后A加B的值我们会复制给新的B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啊 看什么呢 先写A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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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次数吧 比如说我们 用复省 我们让他输出什么多少次的吧 比如说让他输出10次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输出10个数 这个函数还没有调用 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从这里开始 2 3 5 8 12对吧 是不是对的 数一下是10个数吧 那如果 就是我们这样写的话呢 是不是直接生成了一个什么 菲伯拉奇数列 总共10个数 而且它一次性 是不是就直接生成一个最终的什么 一个数列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用生成器的话 怎么做 其实其实正正常的函数这里 应该是用return吧 我们把b作为返回值 反了 作为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然后在外面去什么 输出对吧 fib 的返回值 这样子去做 print 我们过子 我们这个 不行啊 我们我们不行 要这样子就把它写到一个 也把它写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对吧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return改成要的 print fib 这个时候fib呢 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 叫generator object 对吧 叫生成器对象 那我 它是一个生成器对象的话 我们怎么对它做操作 没有用复循环 这个时候应该是 应该这个时候可以写一个无线循环 对不对 因为它是如果是一个生成器的话 就直接写无线循环 这个时候我就没有问题了 不要true 护 p i的值 i的值 ab的值 等于 1 b 然后 ab 等于 ab b A加B Yout B的值 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用next 对吧 比如它是一个生成器嘛 那我用next对Fib去取 取它的元素嘛 你试一下 第一次取的是不是2啊 如果再取一次呢 看一下 再取一次的话 它是另外一个生成器 不不行 这个时候得把 这得这样写 F等于 Fib Fib 然后next F 要print 这是第一次对吧 然后我们再print next F 对吧 然后再去什么print 你看一下我用一次是不是生成一个数 对不对 我要的时候就生成 不要的时候就不生成对不对 而且它不像我们之前是吗 比如说我要之前要之前要做的话 是不是得把它保存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 我能够做这种无线循环的吧 我如果这种无线循环把它放到一个列表里的话 这个函数是不是运行不完 嗯 像我用生成器的话就是可以什么节省资源 按需生成 好 这是 这就是一个生成器函数 看到了吗 它的原理是什么 当我调用这个生成器就是调用这个F的时候 是不是它会执行这个函数直到什么 出现要的 到要的为止对吧 要的 然后返回这个什么 B 返回这个B 然后 然后呢停在这里挂起在这里吧 当我下一次再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继续从 下一个循环开始执行 所以得到了下一个值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它一次取一个一次取一个 就这么取的 好 好 那这里 我们这里呢有两种表达式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是生成器函数 它是一种函数 那这个生成器表达式是什么呢 是类似于我们的生成器函数一样对吧 也是什么 返回一个值暂停 然后再返回下一个值再暂停 预备 这样的效果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之前是学过列表解析式啊 就是用就是刚才是讲过列表解析式 列表解析式是什么 直接得到一个最终的列表吧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列表 1 2 3 4 5 6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列表 就说我们取 我们对这个列表呢 去做一些用列表解析式 来创建一个新的列表 比如说X X in L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取X的平方 或者立方 或者2X乘以2 参与啊 哪个啊 X X X 什么力错 这里少了一个for for X in L 看一下 我们得到了这个L2这个新的列表 它是一个 它直接就是一个什么 全新的列表 或者说一个最终的列表 那它和 我们刚才的生成器是不是又不同啊 生成器是不是按需取值 所以它可以节省内存 对吧 那列表这种解析式的话呢 它是直接生成 那如果我把这个列表解析式变成 小括号 看到没有 我把它变成一个小括号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L2 它的类型是什么 我们type一下L2 原来L2的类型是一个什么东西 很明显是一个什么 列表吧 好 那现在呢 它是不是又是一个generator了呀 就是一个生成器了 对吧 那生成器怎么用啊 那生成器怎么用啊 对吧 next 然后再next 然后 没有打印啊 print 我们就打印一个吧 就直接看 它返回的应该是1吧 是2 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x乘以2的吧 2 2倍的什么 原来的元素的值啊 所以第二次如果我们再调用的话呢 它反过的就是什么 4 对吧 第三次调用的话呢 就是6了吧 OK 这个叫 生成器表达式 刚才呢 刚才那个叫列表解析式对吧 这个叫生成器表达式 好 这是我们 进阶的 语句啊 就是生成器 生成器表达式 生成器函数 列表解析式 对吧 搞清楚这几个概念 这后面呢 有几个题目啊 这几个题目 你们自己 然后我们现在有还有半个周时间 把这几个题目做一下吧 就这几个练习啊 去帮助我们去 学习 就 练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东西 好 那里面 感谢观看